歡迎收看Wins for Life 15週變強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睿 進行到了11週訓練之後 也逐漸步入了夏天的腳步啦 那現在訓練越來越熱的情況下 相信你們在運動當中 也會提前的感覺到身體開始衰竭的情況吧 所以記得在運動中 補水是很重要的喔 建議你們可以的話 在訓練當中每15分鐘到30分鐘內 至少要喝到一口水 OK 喝一口水的目的呢 是希望你們可以讓身體核心溫度往下降 這個時候你才可以延續你的運動表現 OK 那簡單分享完喝水之後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這禮拜的課表吧 那這禮拜的訓練呢 跟上禮拜差別沒有太大 這禮拜是巔峰期訓練的第二週 所以強度呢是銜接上週的訓練 並且稍微的把強度稍微拉高 那禮拜一呢 一樣是維持基礎的肌力訓練 所以記得核心很重要 一定要練 禮拜二的訓練呢 是在前面先跑4公里的馬拉松配速訓練 強度一樣是維持2.5區 當你跑完4趟的馬拉松配速訓練之後呢 要做600公尺的速度訓練 那這速度訓練呢是跑600公尺5趟 相較於上週來講 我們多了一趟 那強度呢 一樣是維持5.4區的強度 那每一趟的訓練呢 一樣跟上禮拜一樣 維持跑完每一趟之後 在原地休息兩分鐘的時間 當你休息完了之後 再開始下一趟出現 那記得這禮拜跟上禮拜相較之下 因為燙速變多了 所以你的體能分配也更重要 一定要想辦法讓你在身體的調配 還有你的補水降低核心溫度的 這些小細節方面都要做得更好 才可以有辦法讓你的600公尺的速度訓練 每次都達到最好的訓練狀態喔 接下來呢是禮拜三的訓練 那禮拜三一樣是這禮拜的休息日 記得滾頭放鬆 甚至是可以輕鬆的去慢跑 10到15分鐘稍微流流汗 帶些你的身體的狀況都很OK 接下來禮拜四的訓練呢 是這禮拜的游泳那一訓練阿 那訓練內容呢 一樣是慢跑60分鐘 強度是1.5區不變 那60分鐘完之後 還要跑三趟的100公尺加速跑 每一趟的距離呢 一樣是100公尺 強度維持6.0不變 那每一趟跑完之後 原地休息 完全恢復的再出發下一趟 接下來禮拜五的訓練呢 也是這禮拜的重頭戲阿 那禮拜五界限訓練的內容呢 是要跑2000公尺三趟的距離 那2000公尺三趟的強度呢 相較於上週來講 我們稍微有調降了 因為距離變長的情況下 配速稍微往下降 才可以讓你有效的完成 這樣的訓練距離 所以2000公尺三趟 我們強度區間是4.6區 那每一趟2000公尺跑完之後 休息時間呢 是原地休息五分鐘 OK 所以2000公尺跑完 4.6區的強度 在原地休息 五分鐘之後 開始第二趟 那循序漸漸完成三趟 記得每一趟休息 要很重要很確實地調整好你的呼吸 喝完水 再開始就下一趟 序漸時間只有五分鐘 所以要把握時間 經過昨天的2000公尺三趟之後 你的身體可能會感覺很疲勞 所以在今天 建議你可以稍微走走荒荒 讓身體肌肉恢復一下 希望你禮拜六可以妥善地休息 完全地放鬆 那禮拜天呢 也是這禮拜最後一次訓練啦 訓練內容一樣是維持有望耐力 一個半小時90分鐘不變 強度一樣維持1.5區 那跑完之後要跑 100公尺兩趟的加速跑 那這個時候你的身體感覺 應該會感覺90分鐘 跑了這麼多次之後 身體已經逐漸習慣這樣的情況 那這樣的情況呢 也會對於你接下來的比賽 會很有幫助喔 OK 那以上就是這禮拜的訓練課表分享啦 那記得天氣越來越熱的情況下 訓練當中一定要喝水喔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 掰掰 我們到下禮拜 就需要ugene的開放 注意喔 我們到下禮拜